那个粒粘跟粒粒部分 那框线跟清除框线 这个当然也是动态的 不过特别注意 也会跟着什么呢 跟着我们到底有几篮跟几列 去帮我画出中间这个区块的 这个框线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画出这个框线 框线我想前面有讲过 如何画绘制框线 应该还记得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清除框线 那绘制框线呢 那其实增加框线 其实就两行程式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range 哪一个范围 点那个什么呢 boulder 点它的lifestyle 等于连续线 第二个就是画出颜色的话 就是它的那什么呢 那个color boulder color color等于RGB 那我讲过啦 就是255红色嘛 豆点零 豆点零 就是只有红色 那清除的话 就是把它lifestyle 等于什么呢 没有 没有的话 在excel里面就是xl num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要撰写这个 会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范围 那范围 如果不是不固定的 比如说因为我年跟利率会变动 那你当然不可能说 固定就是哪个区块 ok 所以因为刚好这一题 是不是固定的 故意是不是固定的 如果是固定 那你就写 哪个范围就可以 那如果不是固定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给各位 另外一个写法 首先的话呢 增加框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只有两行 这两行就是底下这两行 哪个范围 比如说呢 你原来写法应该是 写那个range的b4 到哪里呢 到i的19 ok 所以呢 原来的写法也许是b4 到i19 有没有 这个地方本来写 写成这样 写这样子 双引号 可能写成b4 冒号 i的19 写这样 有没有 ok 可是问题 年跟那个利率不是固定 那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下一次你再加框线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 这个范围 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 不固定的 可是不固定 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你的最右边那一栏是哪一栏 你的最下面是哪一栏 所以会有两个部分 那写法上面 可能就不能用刚刚这样的方式来写 但是它概念也是差不多啦 这边是一个放个字串 那如果说你要放个范围 它range有另外一种写法 其实你前括弧好像它会显示出来 它会问你说 sales1指的是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不过你要用sales来表示 逗点后面sales2指的是右下角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那你就给这两个 它就帮你把那个范围给圈起来 所以呢第一个 那我如果要第一个 那怎么知道左上 左上角应该是固定的 因为这个b4我想应该不会变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sales 那b4的话呢 因为先列 再蓝 所以啊 这边其实你可以打一个 有没有打一个这个b4 ok好 那逗点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哎你让你有没有 他会用粗体字吗 哎他问你说 那请你告诉我 那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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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难免 ok 好 好 那逗点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 底下这个参数 他会用粗体字告诉你 ok 所以他跟你讲说 那第二个请你告诉我 那现在当然你是打什么sales 如果你已经确定知道是 如果固定的话 那应该是19 逗点 爱兰 ok 然后刮符 再一个后刮符 那点什么border 那个 不过呢 我们现在不是要固定的 所以你变成怎么样 上面有两行 诶 这个 有印象吗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追踪最右边 诶 诶 不过这样 最下面一列的话 那刚刚有写过 啊 a4 向下追踪 追踪到哪一列 先帮我存在r 所以这个r变数里面呢 现在追的是19 那c的话呢 是从b3 向右追踪 诶 向后追踪刚刚好有吗 先帮我把追踪的结果 放在c里面 所以这个r 基本上是19 然后c的话 以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9 诶 到到这边应该是i 诶 应该是追踪到i列 6 7 8 9 ok 所以应该会追踪到9 那我把这两个数字 收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地方 哪一列 有没有 sale后面那个 那我们先什么先列 所以先r d0.c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诶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那个 我需要的范围先追踪到 那我修改什么 修改它的border border里面的什么呢 点什么呢 点lifestyle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lifestyle lifestyle等于什么 连续线 那我前面讲过了 连续线如果你那个 那个不会拼 拼不出来 按一个f1就有了 其实答案都在这里面 前面好像讲过lifestyle borderlifestyle属性 那么点一下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它的xllifestyle的一个 参数在这边 连续线的话 你就把这个连续线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地方 关键在这里 如果说你的 右下角那个储存格 不是固定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即便是变动 假设我这边 年变动成10年的话 假如我这边输入是10年 ok 那如果说我增加框线 它一样会去侦测 所以你按下 增加框线你会发现 它会侦测到这个范围 ok 那清除框线比较简单 其实清除框线 前面我们好像也有讲过 其实就是一行 那不过 清除的范围 当然你不需 就是一样也要指定 所以一样去追踪列 最下面列跟最右边栏 然后呢 后面只是把lifestyle后面的 加上xlnum就可以了 其实后来发现 color不用改 只要lifestyle改完之后 color其实也会被清除掉 所以清除框线呢 其实就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有关那个增加框线 跟清除框线部分 这也算是一个复习了 增加框线 清除框线 ok 画面黄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啊 谢谢观看